确定是这边 我们现在到长野了 然后时间非常非常的赶 我们大概是10点50到的 然后最近的一班 去看雪猴的巴士是11点15分 我们现在差不多还有15分钟 运气还比较好 如果说我们这一班巴士 没有赶上的话 我们要等将近两个小时 才能赶上下一班的巴士 然后那个地方的话 是上午的9点钟 开到下午的4点钟 如果说我们错过了这一班的话 可能真的没有时间去那个地方玩了 因为你巴士到了那个地方之后 还要走山路 走到有猴子的地方 大概要走40分钟 可能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已经关门了 而且我查了一下 看今天我们运气怎么样 因为其实不是每天都有猴子 在那个地方洗澡的 如果说我们运气好的话 可能可以看到猴子洗澡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这几天除了电车都延误之外 其他的运气都还是挺好的 这个地方比我们前两天去的藏王山还要冷 大概现在的温度是零下10度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直是这个气温 感觉这个地方应该是要比造王山冷的 所以大家来这个地方一定要多穿一点 这个地方爬坡的话 一定要注意你们的鞋子的选择 最好是穿那种雪地靴 然后不要穿那种板鞋 这边坡道还是比较危险的 可以看到没有护栏 所以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坐死 站在这个旁边 可能一不小心 可能你就滑下去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等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等到有一个猴子下去了 然后拍了一些不错的镜头 我们现在准备走了 因为实在是太冷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只要有猴子下水 大家就全部围过来了 跟风雷一样的 因为大家都在等这个时刻 这里还有一位大哥带了瑞德的电影机 来捕捉这种比较难得的画面 他一个人背着那一个电影机 加三脚架加一个镜头 前天后后可能要30多斤 爬这个山路 然后拍这些猴子洗澡 真的是精神可佳 精神可佳 我就拍那么一个就OK了 我们得撤了 太冷了 今天这是第几跤了呀 第2第2总共第6跤了 爽耶 穿鞋要谨慎 就是选这样的运动鞋 千万不要来这个地方登山 要不然的话呢 走旁边走旁边 要不然的话呢 我抓住你了 要不然的话呢 就很容易摔跤 如果说你是个瘦子 可能你就 这些比较痛 不要走这边 走这边 这个地方因为上来的时候都是上坡 还好 下去的时候全然下坡 真的太容易摔了 然后分享一下摔跤的经验 摔了这么多次对吧 大家记得摔跤的时候请往后讲 后面摔的比较不疼 你正面摔很痛的 他摔了6次 5次摔的屁股 一次摔了正面 走一后边边 大家来这个地方玩的时候呢 记住一定要卡好时间点 因为其实他的这个车 每一个小时一班 如果说你刚好错过一班车的话呢 你就是在这种很荒凉的地方 漫长的等待 所以时间点一定要卡好 日本乌鸦超多的 特别喜欢叫 刚查了一下 为什么那么少的猴子来泡澡 其实他是有一个制度的 就是只有最高等级的猴子 和小猴子才可以泡澡 那么等级越高的话呢 泡的越久 所以我们其实在那个地方 也就是好不容易等到 一个等级比较高的猴子 想泡澡来泡一泡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 这个长野市的市区了 那么前几天的话呢 基本上都吃的是一些 比较快餐的食物 今天我们去吃一个好一点的 查了一下 这个附近有一家叫做 熬机园的烤肉店 评价非常的高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 全部都是本地人的这个评论 没有什么观光客的 所以我们想去尝试一下 看一下怎么样 然后人均的话呢 这多少钱来的 六七千 人均的话呢 大概是六七千日元 其实还好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点了八盘牛肉 然后吃到后面 实在是我觉得太油了 吃不下了 不过呢味道很好 然后它那个冷面的味道也很好 我们两个人差不多吃了大概只有一千人民币 然后我觉得这个价格的话呢 是非常划算的 如果说你们来到这个长野玩啊 可以来试试 我们等一下要去到我们最后一站 金泽 但是呢 由于前几天我们这个基本上每天走一到两万步 然后负重比较多 我真的没有太多的精力去玩什么东西了 所以我们打算就在这个金泽的室内随便逛一下 然后说是那边的自然风光很不错 但是说冬天好像也就那样 嗯 租租租你想看什么 行吧 我们走吧 然后现在在金泽 我们要吃一下当地比较有名的这个金箔冰淇淋 这上面是可食用的那种金子 这样说好像有点怪啊 不会啊 你们不要乱想 这是可食用的黄金 我们来尝一下啊 完全没有吃出来有黄金的感觉 你的嘴唇上都是黄金的 是吗 是的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你觉得你今晚会不会拉出金色的粑粑 应该不会 我的嘴巴现在像不像那种疯狂max里面的那种 就全部喷了那种 我试一下 你看 等一下我们要是这个歼六园的这个这是古城还是古园日本三大名园 大家来这个歼六园玩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好季节 像我们这个冬天来呢 然后今天没有下雪 所以我只能看到这种光秃秃的树 如果说你们春天来的话呢 可能可以欣赏到比较更漂亮一些的景色 今天那种感受看这些秃秃的树就感觉跟自己看到自己的未来的头顶一样的 大家记得来了金泽之后下了车站去买一个这种一日的观光巴士卷 有了这个东西的话那一天你就可以随便搭这个巴士了 因为所有的景点基本上就是要搭那个观光巴士才能到的 如果说你是一个挺喜欢吃海鲜的人的话呢 可以去到这个当地的比较有名的那个海鲜市场名字叫什么来的 进江 进江海鲜市场 然后我们明天的话呢 基本上这个行程就要结束了 要回国了啊 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视频结尾呢 我又去挑了一个 这个应该不是饮料 这个应该就是 这个应该就叫做什么 嗯 帮助你控制体重的饮品 对反正说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的这个口味比较的独特啊 是这个苹果黑醋味 所以想来尝试一下 好吧 作为一个我们这一期结束的一个小收尾 闻不出来有味道 啊 我操我第一次喝这种东西 感觉好奇怪哦 什么味道呀 如果说你们喝过醋的话呢 就你们应该知道 喝完醋之后嘴巴会有一种 就是色色的 色色的感觉 还有一点点那种色色的醋味 然后这个苹果这个东西呢就是 喝下去的时候是苹果汁的味道 然后那个回甘就是醋的感觉 非常的奇妙 你尝一下尝一下尝 这种东西好奇怪哦 啊 好怪哦 好是很好喝的 真的 喝下去好喝苹果汁 然后后面有一股 醋的味道 你喝下去的时候完全没有醋味了 搞一种乌醋就是喝酸辣灯加的一种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的话呢 也就先到这了 如果说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呢 不妨点一个鼎音 或者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送我一个硬币 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